上午 习近平在新疆代表团参加审议 我的敬意 最美好的祝福 会上 陈全国 史建勇 阿布都热克福 土木尼牙兹 傅春丽 先后围绕 维护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 推动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深化兵团改革发展 发挥爱国宗教人士积极作用 落实惠民政策 办好时事好事等问题发表意见 习近平认真听取和记录 不时提问并同大家交流 我今天开启动了 15年 贵尔班大叔来到北京 见到毛主持 我今天见到了施主持 可惡官大师的忽然 汇信 他们家人和乡亲们非常高兴 宗师姐放心 我带几张照片 我们新疆人们一定会永远拯救宗师姐的恩情 一定像十六字一样 紧紧的包在一起 这是 现在都还生活在 本地吗 还是都到外面去 他们生活都好的呢 现在 多数在村里 非常好 谢谢你 这买卖艇人物太幸福了 大家幸福 最后 习近平做了重要讲话 习近平在肯定 新疆过去一年工作后 强调指出 新疆是我国西兵杖 战略地位特殊 面临的问题特殊 做好新疆工作 意义重大 要紧紧围绕社会稳定 和长治久安总目标 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不断巩固民族团结 努力建设团结和文明进步 安居乐业的 尽的历史 维吾尔族 谚言语说得好 事成于和睦 力量生于团结 中国这56个民族 你看 多么稳定的 安居乐业 而且相互之间 又是这么的和谐 刚才我听到西伯族谈到的 当年戍边到那里 长时间地在那里聚集 繁衍生息 所以这个确实要看到 我们这个正确的民族政策 我们要继续秉持它 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是新疆发展进步的根本基石 也是13亿多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 要维护民族团结 加强军政团结 军民团结 谢谢 谢谢